第741章 收图 莫无忌甚至没有去自己的殿阁 离开西楼后 立即就离开了尖角先虚 无论是静宇在调查苏蓉和斗话龙 还是问蓝仙帝的话 都让莫无忌感受到了一种迫切 他需要加快速度提升自己的实力 还有一个 那就是莫无忌希望能快点回到平凡先门 告诉温侯 让温侯发一道讯息给温联西 别去太上天 他知道太上天这次招收弟子 条件虽然放得很低 却并不强迫 只要温联西不愿意去 哪怕他够条件 太上天也不会强迫的 毕竟 想要去太上天的人太多了 多谢莫大哥告诉我 是谁害了我哥 一直到飞船上 田妮妮踩过来向莫无忌道谢 莫无忌笑了笑 将从五眉手中收来的戒指递给田妮妮说道 我也只是碰巧看见了 我估计当时五眉之所以要对你哥哥灭口 就是因为这么戒指中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 里面的东西的确是非同小可 现在这些东西交给你吧 五眉连忙说道 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这本来就是宗主夺回来的 也不属于我的东西 这些东西就留在宗主这里吧 莫无忌微微一笑 你应该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吧 就算是我 也渴望这些东西 有了这些东西 你将来会跨入更高的层次 一边的威子道 也都是极为佩服莫无忌 他不知道戒指中是什么东西 但是有一点他可以肯定 戒指中的东西非同小可 这东西本来就是莫无忌夺回来的 而且也不一定是田妮妮哥哥的东西 莫无忌居然愿意将东西送出来 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如莫无忌的原因吧 在取舍之上极为有原则 换成是他的话 能救下田妮妮算是大恩了 这些东西据为己有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田妮妮缓缓说道 我的资质非常一般 当初还是因为获得了一些机缘 才能勉强跨境大一仙 以我的资质 再努力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就算是宗主将再好的宝物给我 那也是为了他人做嫁衣 除非我一辈子不离开平凡仙门 莫无忌一愣 田妮妮说的 不能说不对啊 他可以感受到 田妮妮周身灵运并不是非常清晰 可见田妮妮的资质是真的一般 以五枚戒指中的东西 田妮妮拿出去 不但是为他人做嫁衣 还是害了他 我知道宗主是光明磊落之人 如果宗主不嫌弃妮妮妮妮妮愿意拜宗主为师 田妮妮功身到地 与其诚恳 莫无忌有些尴尬的说道 我的这点修为 如何做你的师父 威幼护已经是大先帝 不如我介绍你拜威幼护为师如何 田妮妮再次跪倒在地 妮妮愿意拜宗主为师 这让莫无忌和威子倒都尴尬 起来 威子道 好歹也是一个大先帝 见状只能咳嗽一声 我去飞船后面看看 说完 威子道迅速从甲板下去 去了飞船后端 莫无忌也是尴尬 当面拒绝一个大先帝为师 这田妮妮也是 不对 这不是跟自己学的吧 自己不久前刚刚拒绝了拜罗自在为师 说吧 你为什么一定要拜我为师 莫无忌只好问道 田妮妮抬头热切地说道 因为我相信问蓝先帝 当年问蓝先帝的资质 并不是先界第一 可是他看人的眼光 却是先界第一 问蓝先帝如此看好宗主 就是说 宗主将来的成就非常高 况且我相信宗主的话 你相信我什么话 莫无忌疑惑地问道 田妮妮答道 宗主说自己资质不高 远远比不上雷红级 我相信 莫无忌无语地揉了揉额头 难道我就不能谦虚 一下吗 你连这个也相信 再说 我资质越差 越没什么前途 你要拜我为师干嘛 田妮妮摇了摇头 不 我相信宗主不是谦虚 而是资质真的不如雷红级 宗主资质不如雷红级 也可以和雷红级并驾齐驱 可见宗主的道法传承 远远胜于雷红级 我的资质也很差 只有拜在宗主门下 才有机会再上一层 莫无忌心里 暗惊 他这才知道自己 远远小看的田妮妮 自己的一句话 居然让他考虑这么多 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女子 真的从来没有怀疑过五媒 毕竟当时在破碎界第三层 五媒和田冲福可是组队的 似乎知道莫无忌在想什么 田妮妮再次气声说道 其实我最开始就有些怀疑 我哥哥的陨落和五媒有些关系 可是我不敢去调查 甚至不敢询问 也不敢离开宗门 若是五媒知道我有些怀疑他 或者我无缘无故离开宗门 我早就被杀了 莫无忌的语气有些冷了起来 这么说 你反出仙宇剑派的想法 早就有的 这次只是借住我的名头 然后利用我而已 田妮妮低头说道 是的 我知道宗主不惧仙宇剑派 这次机会错过了 我再要离开仙宇剑派 还不知道等到何时 我愿意接受宗主的任何惩罚 就是杀了我 我 也毫无怨言 你在五媒身边 是想要暗算他 莫无忌问道 田妮妮摇了摇头 我只是为了自保 我并不肯定我哥哥就是他暗算的 我怀疑他是因为他和我哥哥 暗地里关系非常不错 别人不知道 进入破碎界第三层 他和我哥哥在一起 我非常清楚 可是我哥哥陨落后 他从未来找过我 还是我找机会接近他 然后慢慢讨好他 莫无忌沉吟半晌说道 你起来吧 我收你为弟子 时宜了一下 莫无忌又叹道 我也不知道 收你为弟子是对是错 莫无忌是真的不知道 他感觉田妮妮算计心太重了 可他也只能收田妮妮为弟子 如果他不收田妮妮为弟子 田妮妮恐怕不会继续留在平凡 只要田妮妮不留在平凡 田妮妮必死无疑 不要说怀疑田妮妮身上有宝物的人 就是五眉也不会放过田妮妮 也就是说 田妮妮今天一定要拜他为事 这是将他的活路给堵住 这个弟子不但算计强 还对自己狠 多谢师父收留 弟子发誓 不会让师父将来失望 田妮妮赶紧跪倒在地 磕了几个响头 莫无忌点点头 将戒指中的两张洛书 和一个小鼎拿了出来 说道 这两张洛书和这个小鼎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小鼎甚至可以比你夜火红莲 我怀疑 五眉之所以可以如此快地 进入大直仙 就是和这个小鼎有关系 洛书不全 我就收起来了 将来你的成就有多高 还是看这个小鼎 小鼎我不收 你自己留着 说完 莫无忌收起两张洛书 将小鼎和戒指 都递给了田妮妮 田妮妮也震惊了 他知道 五眉抢夺的东西很了不起 没想到竟然了不起到这种程度 洛书 可以比你夜火红莲的小鼎 难怪太上天的人 要来破碎界第四层 这破碎界中的宝物 实在是太可怕了一点 师父 我恐怕保不住这东西 田妮妮反应过来 莫无忌笑了笑 你只管在平凡修炼 有这小鼎辅助 将来 你终究可以扬名的 在你 之前我有一个弟子 叫福金凤 还有三个金鸣弟子 牟月霜 盘武和盘鞋 你算是我的第二个正式弟子 我这一门的功法 叫着不朽凡人诀 是属于我自创的 这门功法修炼 和别的功法所不同的是 不需要任何灵根 就可以修炼 听着莫无忌的传道 田妮妮惊呆了 比起洛书和小鼎 莫无忌传给他的道 才是最让他震撼的 不需要灵根修炼 开辟 脉络 不朽凡人诀 每一句话 都会在他的脑海中炸开 更加让他无法平静下来的是 他师父居然开创 一门新道的祖师 这就是说 他田妮妮是这门大道的 第二代传人 田妮妮缓缓吸了口气 他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同时 他也是对自己的决定 更是感觉到庆幸 幸亏他拜了宗主为师 回到平范仙门 莫无忌将太上天招收弟子的原因 告诉了温侯之后 就一直在叫田妮妮开辟脉络 莫无忌也有些担心 他怕静语真的得知了 当初在破碎界 第四层前往仙灵器薄弱方向的 是苏柔和斗话龙 一个月后 当莫无忌获知 静语带着众多天才弟子 离开仙界前往太上天后 他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平范仙门在一来了大剑道 大量的先锋之后 气势更是远胜 从前 随着平范商会 排出大量的顶级仙丹 平范仙门 仙灵器浓郁的消息传出 平范仙门名声大震 越来越多的仙人 纷纷前往平范 与此同时 更多生活在极则海边缘的凡人 在听说平范仙遇仙凡平等后 也是纷纷前往平范仙门 莫无忌在等了将近三个月时间 也没有任何陈淑英的消息后 他离开了平范 开始四处寻找陈淑英 第742章 淑英的下落 莫无忌第一个到的地方 就是摩越仙门 当初是灵姑带他去宁魂仙穷池的 他在被宁魂仙穷池下方力量 拉扯下去的时候 也是将陈淑英交给灵姑照顾 如今 他在极则海如此高调地建立平范 然后高调地灭掉了大剑道 一样有宣传的意思 在其中 只要灵姑和陈淑英听到了平范 听到了他的名字 就会找到平范仙门去 只是他的平范仙门建立这么久了 灵姑和陈淑英依然没有来 他只能出来寻找 莫无忌很清楚 在茫茫仙界寻找陈淑英 就和大海捞针没有区别 因为忌惮莫无忌的名头 摩越仙门允许了莫无忌进入仙门之内 灵姑原来就在摩越仙门的温月峰 后来被逍遥地宫的轮采逼迫 温月峰封主石谷兰重创逃走 莫无忌再次来到温月峰后 这里依然还是一片破败 他根本就不用询问摩越仙门的人 也知道石谷兰和灵姑都没有回来过 在温月峰搜寻了一番后 莫无忌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只能怅然离开摩越仙门 他第二个要去的地方是逍遥地宫 逍遥地宫的公主轮采大帝和墨无忌有大仇 摩越仙门的温月峰也是轮采大帝毁掉的 莫无忌很怀疑轮采大帝有没有派人守在六轮墟外面 等候灵姑和陈淑英 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 他还是要来寻找轮采 因为如果陈淑英落在了轮采的手中 轮采肯定要用陈淑英要挟他 莫无忌来过诸神仙玉 当初他到的地方是天茜仙城和诸神天茜 对诸神仙玉来说 这是边缘地带 轮采的逍遥地宫位于诸神仙玉风景最优美的区域 莫无忌还没有靠近逍遥地宫 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浓郁的仙灵气 逍遥地宫建立在诸神仙玉的逍遥山 在诸神仙玉这里 算得上是十大仙境圣地之一 轮采老匹夫 若是再不出来 别怪本尊将你这破门砸碎 莫无忌还没有到逍遥地宫之外 一个大骂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莫无忌心里大是疑惑 这家伙是谁啊 居然敢在逍遥地宫门口破口大骂 虽然他来逍遥地宫寻找轮采 以他现在的实力 他也没有打算进入逍遥地宫里面的 在逍遥地宫外面 轮采不敢拿他怎么样 就算是要动手 他凭借封盾手段也可以从容走掉 一旦进入逍遥地宫 那他的小命就不在他自己身上了 莫无忌直接跨过连通道逍遥地宫外的一座石拱桥 落在了逍遥地宫的宫门之外 逍遥地宫的宫门全部是仙玉堆砌出来 就连两边的宗门树也是六级仙植 在仙玉下方的白玉广场上 站着一名手抓七孔缠障的赤族头驼 头驼长发被随意系在头上 看起来有些像一个仙剑流浪者 莫无忌心里暗道 看样子骂轮采仙帝的 就是这个头驼了 难怪这家伙敢在这里破口大骂 莫无忌感受到这个头驼的修为 同样是大仙帝 大宁和尚 别以为我轮采怕你 我只是不和你一般计较而已 逍遥地宫的大门终于打开 一名头戴高官身材瘦高的男子走了出来 正是轮采 莫宗主 我逍遥地宫和你 井水不犯河水 你来做什么 轮采在呵斥头驼 目光却盯着莫无忌 别看莫无忌 只有仙王实力 要说忌惮 轮采对莫无忌的忌惮 比那个大仙帝的头驼更甚 逍遥地宫再强 也不会比大剑道更强 说白了 逍遥地宫真正强大的 就是他轮采一人而已 除了他轮采 逍遥地宫再也没有第二个仙帝 可是人家平凡仙门 除了大仙帝威子到外 听说还有两个仙帝中妻 这种实力 哪怕是雷宗 也不敢随便去挑衅 在尖角仙虚花园 轮采 可是轻而听到太上天的青史说 平凡仙门 灭掉大剑道 是宗门摩擦 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 以后别这样就算了 说白了 也是因为平凡的实力 有些大 莫宗主 你是哪一派的宗主 和尚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叫大宁的头驼 疑惑地看着莫无忌 他很疑惑 莫无忌是谁 连轮采都有些忌惮 我刚刚建立了一个仙门 仙友 没有听说过 也是正常 莫无忌答道 他很想知道这个大宁来自何方 居然有这等实力 不过 这家伙明明是一个长发头驼 偏偏要自称和尚 尽管头驼 也勉强能算是和尚 莫无忌 就是觉得这个大宁不算和尚 大宁 倒是没有继续纠结 莫无忌的仙门 而是问道 你也是来找轮采 这个老皮肤麻烦的 要不要我们 连手打进去 莫无忌还没有来得及回话 轮采就立声喝道 大宁和尚 我和你说过 多次 你徒弟一宁失踪和我无关 如果你一定要动手 我逍遥地宫 也不惧你欺负大禅寺 轮采在向大宁和尚解释 依然是忌惮地看着莫无忌 对他来说 威胁 逍遥地宫的 不是大宁和尚 而是莫无忌 欺负大禅寺 不可能来血洗逍遥地宫 而眼前这个莫宗主 还真的有可能 对莫无忌 轮采是深深的忌惮 可以说莫无忌 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 最初的时候 他还可以威胁莫无忌 到了后面 他就发现 无论是他还是他的逍遥地宫 都不被人家放在眼中了 莫无忌心里有些好笑 这个头头倒也有个姓 他的名字是大宁 他徒弟的名字叫一宁 那的一宁和尚 莫无忌倒是见过 当初在破碎界第三层的时候 一宁和尚 还邀请过他 喝酒 轮采小儿休得狡辩 本尊得到的消息 是你逍遥地宫的人 追杀我弟子 将他追到了大荒海域中 大宁力声道 说完 他手中的七孔缠杖一卷 仅仅是随手一卷 莫无忌 就感受到一股天崩地裂的气势 呼啸而来 逍遥地宫外面的两株六级先知 剧烈地摇摆起来 似乎要被折断一半 轮采脸色一变 随手抓出一个水晶球说道 追你弟子 进入大荒海域 是我逍遥地宫的人不错 但我并不知情 这是当时我逍遥地宫的弟子 被大荒海域 漩涡卷走的同时发回来的影像 水晶球中出现一个飓风 一般的漩涡 漩涡中出现了树道人影 莫无忌认识易宁 易宁的确在其中 仅仅片刻时间 这树道人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漩涡卷走 莫无忌的脸色却是一变 他居然看见其中一个背影 好像灵姑 另外一个背影 被灵姑挡住 似乎也是一个女子 和灵姑在一起的 不就算岑淑英吗 伦彩 你果然是老皮肤 是不是你逍遥地宫的人 追杀我妻子 然后将他们逼进 大荒海域的漩涡中去了 莫无忌一张手 半月重挤也出现在手中 伦彩冷冷地说道 莫无忌 我逍遥地宫的确不如你平凡 不过 我伦彩也不是你捏的 你要动手我逍遥地宫奉陪 但若是你要找人的话 本地奉劝你 尽早去为好 伦彩说话气势很强 事实上他已经在 示弱 他不希望莫无忌 对逍遥地宫动手 他决定将莫无忌劝走后 马上去大号仙门 和雷宗寻求结盟 莫无忌已经明白过来 盯着伦彩寒生说道 伦彩 是不是当初你的人 要追灵孤和舒英 然后被一宁看见了 出手阻拦 所以你逍遥地宫的人 想要斩尽杀绝 结果遇见了大荒海域的漩涡 伦彩知道这件事 再隐瞒也隐瞒 不了 他索性平淡地说道 没错 当初的确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件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 是我手下的人 想要讨好我 私自去做的 我轮彩也不具 任何人任何手段 要对付我逍遥地宫 尽管过来就是 老匹夫 将水晶球中的具体位置说出来 大宁听到了事情的原委后 大怒 若不是他急着 要去寻找弟子 他马上就要动手 轮彩一张手 一根通天火柱出现在身前 他估计今天的事情难以善了 索性寄出了自己的法宝 我说过 不是我指示的 那个地方 我根本就不知道 莫先有 不如我们一起动手 将这逍遥地宫灭掉 大宁此刻杀鸡伶俐 他也知道自己 无法碾压轮彩大地 索性将莫无忌拉下水 莫无忌心急如焚 他知道轮彩刚才那句话是真话 那个漩涡 其实就是离开仙界的通道 他第一次获得这个消息 是从五本夫妇身上获得的 第二次卓平安几人 应该也是从这个通道离开 这次他是第三次知道 有人进入这个漩涡通道 而且其中 还有层书英 他急着早点过去寻找书英 谁知道那个通道对面是什么玩意 大宁先有 我知道那个地方 逍遥地宫什么时候 都可以来面 现在我需要赶紧去救人 莫无忌焦急的传音 给大宁说道 大宁听到莫无忌说 知道大荒海域这个漩涡的位置 脸现喜色 当即说道 好 我们现在就去 说完 他又回头瞪着轮 才吐了一口兔沫 老匹夫 一天到晚装第一 终究有一天 本尊会回来 将你这个垃圾地方踏平了 第743章 七佛经 莫无忌 你没骗我吧 你是不是真知道 那个地方在大荒海域的什么位置 离开逍遥地宫 大宁和尚 还是不放心的一遍又一遍的 询问莫无忌 若是平时 莫无忌肯定会和大宁和尚 多交流交流 甚至会询问一下 为什么他的徒弟叫义宁 他叫大宁 只是现在莫无忌心里焦急不已 若是 存书英和灵姑从大荒海域的那个通道 进入了低级修真界 倒也罢了 万一去了一个高级见面 甚至是异族见面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莫无忌在给苏子安 威子道解人发了讯息后 告诉他们 自己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闷头赶路 就连大宁和尚的询问 也只是敷衍回答了几下 平凡仙门尽管刚刚建立 仙门有几个先帝 在仙界立足 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大宁和尚看出来了 莫无忌不大想说话 也只能闭嘴 他心里是暗自震惊 莫无忌的速度和耐力 在他看来 莫无忌的修为 肯定没有到先帝 之所以让轮踩忌惮 那是因为莫无忌背后 有一个先门 现在跟在莫无忌一路急顿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 以他的修为和顿术 跟在莫无忌后面也要出力 否则的话 他很快就会被甩掉 这也就罢了 按理说 莫无忌如此速度急顿 时间长了 肯定会慢下来 但大宁和尚很快就发现 无论多长距离的急顿 莫无忌的速度 没有半点减缓 除了做传送阵 不对 应该是这门风顿神通 非常了不起 能不能教一下我 在进入西线海后 大宁和尚终于忍不住说道 莫无忌很是无语 让人随便将自己的 顶级神通传授出去的 也只有这个和尚了 虽说一路上聊天不多 莫无忌也大致了解 这个大宁和尚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索性说道 和尚 你欺佛大禅寺的传承是什么呀 欺佛经啊 这个仙界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居然不知道 实在是孤陋寡闻 大宁和尚 语气显得极为惊差 莫无忌正色的点点头 我想起来了 的确是七佛经 这个佛经非常了不起 听说在佛界 算是一等一的福道功法 莫无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七佛经 七佛大禅寺的名头 莫无忌却是听说过的 佛育顶级的仙门之一 这种仙门 传承的功法自然了不起 大宁得意洋洋的孝道 那还用说 七佛经不仅仅是在佛育 就是整个仙界 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你知道佛门三大至宝吗 莫无忌立即来了兴趣 我听说过排名第三的是大昆佛灯 这第一和第二倒是不知道 大宁和尚嘿嘿一笑 排名第一的是一佛连台 排名第二的 就是我七佛大禅寺的七佛经 莫无忌本来以为七佛经 只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功法而已 没想到 居然是佛门三大至宝之一 难怪七佛大禅寺 有偌大的名头 居然拥有佛门三大至宝 之一七佛经 七佛经是不是法宝 莫无忌不知道 但莫无忌认为作为传承宝物 七佛经肯定比另外两种宝物 更加适合宗门 那你能不能将七佛经传授给我 我也不要你们那个原版经说 你只要将内容告诉我就可以了 莫无忌一本正经地说道 大宁和尚眼睛一瞪 那怎么可以 七佛经可是我七佛大禅寺的立派 宝物和你的风盾神通 完全是两回事 哦 莫无忌嗷了一声 懒得去理睬大宁和尚 大宁和尚见莫无忌没有反应 挠了挠头小声地说道 莫无忌 要不我们偷偷地交换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将七佛经传授给你了 行不行 莫无忌之前还真是开玩笑的 他知道大宁和尚 不会将七佛经传给他 事实上他最初也没有打算 过学习辅导 没想到这个和尚 还真敢和他交换 这胆子不是一般的肥啊 七佛经这种宝物 哪怕不是原版 仅仅是佛经内容 也非常了不起 既然对方交换 他有什么舍不得的 虽说他的风盾神通 经过他起道路的推演和变化 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一门神通 就算是比起仙界任何一门神通 风盾都不逊色 莫无忌还是愿意用风盾 交换七佛经 一直以来 他的不朽凡人诀 主要是天地道 他还从未接触过福道 福道虽然也是天地道中 却有一种大智慧在其中 莫无忌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刻画的风盾玉碱 递给了大宁和尚 大宁和尚抓过玉碱神念 就扫了进去 很快他就惊喜地抓耳挠塞 居然还可以呼风 了不起 厉害 厉害 大宁只知道叫厉害 完全忘记了将七佛经 交给莫无忌 莫无忌根本就不担心 他只是加快了速度 大宁和尚很快就感觉到了吃力 他赶紧拿出一枚古朴的玉碱 递给莫无忌 莫无忌 这是七佛经 你一边看一边走 别这么着急 记得呀 别说是我传授给你的七佛经 莫无忌并没有看七佛经 只是将七佛经上的镜子去了 丢尽自己的戒指说道 和尚 你们七佛大禅寺里面的七佛经 是不是还是一件顶级法宝 什么时候我去七佛大禅寺 你拿给我看看 大宁和尚连忙摆手说道 不行 不行 这绝对不行 说话间 他将手中的风盾神通收了起来 他担心莫无忌突然反悔 又不和他交换了 莫无忌也知道这不可能 还没等莫无忌询问七佛经的一些特征 大宁和尚就低声说道 莫无忌 我告诉你啊 其实七佛经已经失踪了 不在我们七佛大禅寺 不管失踪不失踪 他居然分不清刚才大宁和尚说的话 是真是假 大宁和尚给莫无忌的感觉就是 这个和尚看起来忠厚老实 而且没有诚服 其实绝对是一个奸诈的家伙 和尚 上次太上天轻使来招收九星天才 我听说你的弟子义宁 被太上天招收走了 他没有一起过去吗 莫无忌没有继续提七佛经的事情 而是随口问了一句 听到莫无忌的话 大宁和尚的脸色 立即沉了下来 若不是轮采 这个老皮肤 让义宁错失了去太上天的机会 义宁这个时候 说不定是先亡了 莫无忌 到时候 我要去教训轮采 你要不要一起去 可以一起去 不过 我们已经到了 莫无忌停了下来 这里 大宁和尚疑惑地看着眼前寻常的海面 很是不解地看着 莫无忌 这里没有东西啊 你确定是在这里 我确定 我们在这里等候一段时间 莫无忌肯定地说道 他猜测这个通道 可以用正起打开 只是他得到的水晶 方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已 并没有什么别的手段 大宁和尚 确认莫无忌没有骗他 索性落在自己的飞船上 又拿出了莫无忌 交换给他的风盾神通 开始 津津有味地研究 半个月时间很快过去 莫无忌和大宁和尚 所在的一方海域 依然是平静无波 就是一心沉浸在 风盾神通中的大宁和尚 也忍不住收起了 玉剑盯着莫无忌 询问 莫无忌 你不会是消遣我吧 莫无忌心里一样等的心交 他哪里有空去向大宁解释 随口说道 你觉得我是消遣你 你就回去吧 没有人让你要留在这里 大宁和尚 尴尬地笑了笑 正想说话的时候 空间忽然一阵阵波动传来 有人在追杀 大宁和尚 立即说道 不用大宁和尚提醒 莫无忌 也感觉到了 有人在追杀 不但有 空间波动 还有浓烈的杀气 莫兄弟 出手帮我一下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还没等莫无忌想清楚 这个声音是谁 这个声音就再次说道 不对 你不是他的对手 这声音说完 直接转了一个方向 似乎要从侧边逃走 莫无忌却听出来了 这求救人是谁 那个前面逃的求救者 身形暗淡 显然是肉身还没有复原 在后面追的是 一名肌肤漆黑 浑身带着阴气的男子 莫无忌毫不犹豫地 祭出半月重击 出手就是一道长河 披向了那漆黑肌肤的男子 一道撕裂空间的长河 从虚空落下 照向这个浑身阴气的黑肤男子 在长河祭出之前 空间和大海都化成了一条银色的长河 长河来自无尽的虚空 落向毫无边际的远方 明明是一条银色的脊芒 在别人眼里 却成了一条卷走一切的束落银河 在经过问蓝先帝指点后 莫无忌的长河趋向大成 哪怕他的实力还才是先王 这一道长河落下 依然充满了浩瀚宏大的气息 莫无忌 真是好神通 我帮你一把 本会 你一定要将这个神通叫给我 在看见这一道银色长河落下后 大宁和尚就欣喜地叫道 随即他手中的缠杖 毫不犹豫地击脚 披向了那名浑身阴气的黑肤男子 第744章 七名殿居魂王 哄 莫无忌那气势无边的长河 就好像轰在了最坚硬的山峰之巅 长河意境瞬间消融一空 无穷无尽的挤芒炸裂开来 而那山峰却半点损伤都没有 狂暴的 先元力量涌了过来 莫无忌张口 就是一道血溅喷出 随即他就感觉到 自己的脉络开始裂开 生机就好像遇见了一个黑色的漩涡一般 要被卷走 仅仅一招 还没有结束 强大的虚弱感就涌了过来 莫无忌心里暗自惊骇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修为 他的实力 用强大的长河轰上去 就好像鸡蛋砸在了石头上一样 赶紧撤退 若是不撤退 下一刻 他就会被这种狂卷的仙元卷起 小名不保 可是下一刻 莫无忌就知道 自己想多了 尽管那黑肤男子 还没有对他动手 他却根本撤退不了 强大的领域卷住了他 他竟然只能等死 那种无力的感觉 让莫无忌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曾经他以为自己晋级了先王 甚至可以和一般弱一些的先尊对抗 在遇见真正的强者后 莫无忌才明白 自己还是弱得可怕 哄 又是一道仙元炸裂开 莫无忌浑身一松 他看见了大宁的缠障 撕裂了黑肤男子的领域 多谢 和尚了 莫无忌迅速顿出对方的领域空间 他肯定这个黑肤满身阴气的家伙 是一个大先帝 一个非常强大的大先帝 莫无忌赶紧帮忙 我一个人打不过这家伙 这家伙是哪个棺材里面冒出来的 怎么这么强大 大宁的缠障 卷起飓风一般的仙元波涛 几乎将方圆数十里都控制起来 依然在说 打不过这个浑身阴气的黑家伙 莫无忌哪里用大宁和尚说话 他的漩涡领域 直接叠加到了大宁和尚的领域之上 比起别人的领域 莫无忌的领域可以随意叠加 果然 尽管这漆黑阴气男子的领域 可以撕裂大宁和尚的领域空间 在莫无忌的领域叠加上来后 他的领域立即就被压制住 好兄弟 你这个领域了不起 等干了这个 黑鬼 你教我呀 大宁和尚一边疯狂地席卷出仙元 和对方轰成一团 一边还不忘要莫无忌交他领域 莫无忌没有时间去理会大宁和尚 他知道这个黑鬼厉害 他的实力虽然强大 比起黑鬼来 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他抓出无数阵旗 不断地在周围空间布置困杀阵 莫无忌心里有一种预感 一定要杀了这个黑鬼 否则后患无穷 他修为不足 他现在最强大的不是修为 而是单道和阵道 单道无法体现在战斗上 阵道完全可以 你是何人 区区一个先王 居然在我的阴郁撕裂下 丝毫无损 黑鬼圣人的声音传来 尽管莫无忌的修为非常差 他依然没有在意大宁 而是将目光落在莫无忌身上 他的两只眼睛 就好像两盏惨白灯笼一般 射出的光芒一样甚人 莫无忌心里冷笑 他的修为虽弱 可是他神体六层的肉身 区区领域就要将他撕裂 他岂不是太垃圾了 此刻被莫无忌救下的那名肉身 还没有复原的 男子也缓过神来 他在原地仅仅休息了几个呼吸 就加入了战团 同时叫道 莫兄弟 你又帮了我一次 莫无忌此刻困杀阵已经成行 他并没有直接启动困杀阵 而是继续在困杀阵外面 又开始虚空刻画 虚空阵纹 他还要继续 不止一个一般人都发现不了的绞杀阵 前辈客气了 当初在破碎界第三层 若不是你指点我和保护我 也许我早就陨落在了黄金屋外面 或者是陨落在了那雾气当中 今天适逢其会 出手本就应该 我还不知道前辈如何称呼 莫无忌 笑道 这个身体隐隐约约的男子 正是莫无忌 在进入破碎界第三层的时候 看见的那个雕像 当时莫无忌 将那雕像再次树立起来了 甚至帮雕像 找到了部分肢体 后来在黄金屋的时候 一个声音提醒莫无忌 同时还救了莫无忌 莫无忌当时就怀疑 是那个被他推起来的雕像救了他 今天他听到熟悉的声音 在看见 这个肉身 还没有复原男子隐隐约约的肉身 他就知道 自己没有弄错 这两个人的确是一个 莫兄弟 别叫我前辈了 我叫古永霄 叙旧的话 等会再说 此人来历非同一般 今天必须要就将他干掉 否则后患无穷 古永霄一边说话 一边祭出了一对笔 疯狂地轰向了黑服男子 这黑鬼怎么这么厉害 这家伙到底是谁 没干掉 有什么后患 大宁和尚一边狂攻 还一边询问古永霄 古永霄急速地回答道 没错 此人还真是一个黑鬼 他叫元杰 是七明殿的居魂王 什么 这黑鬼居然是七明殿的七王之一 大宁和尚听到这个后 攻击明显再次上升了一个档次 显然是要拼命了 莫无忌不知道七明殿是什么 他只是有一种感觉 绝对不能放走这个元杰 他感受到了元杰身上的阴气 下意识地开始在自己的困杀阵中 加入雷狐攻击 杰杰 元杰忽然发出一阵阵的杰杰声音 周身气势忽然暴涨 想要杀流下我居魂王 别做梦了 这家伙要走 元杰的气势一攀升 莫无忌就感受到了 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自己的困杀阵 同时更是加快了刻画 绞杀阵的阵纹 一道道雷纹 被他融入了绞杀阵中 哄 元杰仅仅是一撞 就撕裂了莫无忌的困杀阵 漫天的韧芒和剑气 对元杰来说 就好像挠痒痒 但是那最后一波雷狐 却让他顿了下来 尽管这雷狐一样 不能让元杰重创 却在他黑色的皮肤上 留下了一道道的痕迹 元杰急着顿走 他的领域 在三人领域的撕裂下破碎 扑 几乎是在元杰顿制住的同时 大宁和尚的缠杖 就直接在元杰腰间 带起了一盆灰色的血迹 古永骁一样 没有错过机会 两只黑色的笔 直接点入了元杰的太阳穴 元杰凄厉地大叫一声 手中的铁锁 直接穿过大宁和尚的肩膀 大宁和尚 也有一股韧劲 不但不退 手中的缠杖 再次化成了半轮数百丈长的铲壶 铲壶在他和末无忌的叠加领域中 直接锁住了元杰逃亡的空间 一声声佛号从铲壶之中传来 哪怕不是针对末无忌的 末无忌依然感受到了一柄柄 重锤轰在了自己的心脏深处 他心里暗惊 这个和尚实在是厉害极了 显然这一刻 大宁和尚施展了杀手锏 他在知道元杰的来历后 对元杰生了杀机 元杰的铁锁忽然炸开 化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小锁链 将那数百丈长的铲壶锁住 佛号瞬间降低下来 元杰的身体一样炸开 一道弹弱的影子再次冲了出去 如果不知道 末无忌布置的困杀阵有这么厉害 他还不一定急着走 就算是要走 也是慢悠悠的 现在他感受到了末无忌困杀阵的可怕 一旦他再次被雷狐困住半夕 在大宁和尚和古永骁的联手下 他小命将会葬送在这里 咔咔咔咔 一道道雷网炸开 这些雷网之中 出现了舍去一层肉身的元杰 身形 末无忌的第二道绞杀阵 刚刚布置好 就锁住了元杰的身体 末无忌心里也暗自惊骇 舍去肉身 保住自己元神的修饰 他见得多了 和元杰这样 舍去了第一层肉身 居然还有第二层肉身的家伙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今天若不是和大宁和尚一起 遇见元杰这种强悍的主 他除了逃走 没有第二条路 大宁和尚和古永骁半点时间都没有耽搁 一样的疯狂扑了过来 禅杖和鼻影同时轰下 元杰凄厉地大叫 你们敢杀我 哄 无论敢不敢杀 大宁和尚和古永骁的攻击已经过来 元杰的第二层肉身再次被轰炼 大宁和尚的禅杖此刻也将元杰的链锁撕开 一道淡金色的火焰喷出 元杰再无半点声息 第745章 七戒时 这家伙好厉害 居然有两层肉身 今天要是和尚一个人 和尚吃不完兜着走 莫无忌 我先聊上去了 你和你老朋友 叙旧 大宁和尚收起了元杰的所有东西 嘿嘿说道 说完 他根本就不等莫无忌回答 直接虚空一步 跨入了他的飞船上 莫无忌知道 这家伙是怕他要元杰的戒指 这才提前让开 事实上 莫无忌并没有打算 要分戒指中的东西 他甚至还很感激大宁和尚 今天要不是大宁和尚 他只有逃走 就不下古永骁不说 还要多一个强大的仇家 莫兄弟 你又救了我一次 这次不是你 我肯定没有命了 古永骁对莫无忌抱全感谢道 莫无忌担忧地说道 古兄 你身体似乎隐患很大呀 你赶紧找地方 去恢复肉身吧 古永骁的身体 隐隐约约 似乎随时有溃散的可能性 古永骁也是点点头 我的事情 下次再和你说 我马上要回六轮须的 宁魂仙穹石融合 肉身和魂魄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你刚刚参与了围杀元杰 元杰此人来历非同一般 你的修为还低 绝对不能回到宗门去 若是你回去了 你等于要让你的 仙门灭掉 此人在我身上做了印记 莫无忌心里一惊 神念赶紧周身转了一圈 只是一圈下来 他没有发现任何神念印记 我也不知道 古永骁探道 七明殿很诡异 只要杀了他们的人 他就可以找到你 至于通过什么手段 我不大清楚 我建议你去破碎界第四层 躲在里面不要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去太上天躲一躲 你的那个朋友 对七明殿有些了解 到时候你询问一下他 我这里还有三张洛书送给你了 咱们以后再见 我必须要快点 去宁魂仙琼池 再拖下去 我也坚持不住了 这东西太珍贵了 我不能要 莫无忌赶紧拒绝 同时拿出一枚戒指 递给古永骁说道 古兄 这戒指中有一些明星神花 和我炼制的知情单 你融合元神和肉身 应该用得上 竟然是明星神话 这东西 我一直想要找 可惜找不到 你又帮了我一次 古永骁激动地抓过戒指 多谢你了 你这个兄弟 我古永骁认了 咱们兄弟就不要说客气的话 我要赶紧走 记住我的话 还有洛书 一共有十三张 你一旦收起了十三张洛书 只要你跨入先帝 哪怕是初期 你也可以不惧七名殿 看着手中的三张洛书 莫无忌很是钦佩古永骁的豁达 洛书这种宝物 他岂能不知道 这样的宝物 古永骁说送 就送了 当初他救下了 慕容相语的小命 为慕容相语 保住了七张洛书 实际上 如果不是莫无忌这种性格 换成绝大多数仙人 那七张洛书 也没有慕容相语什么事情 这种恩情 慕容相语 也不过是送了两张洛书给他补偿 后来 还要将这救命之恩的两张洛书 要回去 十三张洛书他手里 有三张了 加上这三张 那就是六张洛书 莫无忌小心地将三张洛书 收进了自己的戒指 等空闲的时候 他决定将这六张洛书全部练花 收齐十三张洛书 恐怕有些难 莫无忌并不在意 有了六张洛书 加上岑淑英那里的一张 那就是七张洛书 慕容相语 哪怕将其余的洛书收集全了 也比他少一张 就在莫无忌 想要询问一下 大宁和尚七名殿 是什么来头的时候 一个弹弱的漩涡 从不远处的海面上卷起 最初的时候 这个漩涡还不是很明显 仅仅十几个呼吸 这个漩涡就变成了一个巨无霸漩涡 神石洛 进去立即就会被卷走 通道出现了 莫无忌 和尚先走一步 大宁和尚叫了一句后 收起飞船 整个人直接投入了那个漩涡当中 莫无忌想要询问一句话的时间 他都没有留下来 莫无忌很是无语 他知道大宁和尚的意思 这是怕自己 和他分元杰戒指里面的东西 看样子 元杰的戒指中 好东西不少 否则的话 这个和尚 不会连他的长河神通 和漩涡领域 也不想学 就逃走了 尽管莫无忌也想要快点 进入这个离开仙界的通道 他还是迅速地上前 将自己布置困杀镇的 震旗和痕迹 全部卷走 不知道怎么回事 杀了这个元杰后 他始终有一种 心惊肉跳的感觉 他不想留下半点痕迹 莫无忌刚刚将这周围 清理干净 就感觉到 一股阴冷的气息 锁定了他 那种气息越来越强大 让莫无忌怀疑 他再不走的话 他将永远也走不掉 到了这个时候 莫无忌哪里还敢有半点迟疑 他毫不犹豫地卷起仙缘 直接冲进了那漩涡之中 伴住香后 一道模糊的影子 出现在了刚才打斗的地方 只是此刻大荒海域 那漩涡已经消失不见 莫无忌一进入漩涡 一股强决的力量 就将它卷走 尽管无法伤害 莫无忌的身体 莫无忌根本就无法 左右这股力量 这一刻 莫无忌就感觉自己 似乎穿越了 无数个时空的距离 一个又一个的 场景和空间 在他的脑海中转换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股席卷的力量 减弱下来 莫无忌赶紧 稳住了自己的身体 神念扫了出去 一块半灰半白的 巨大瓶石 停在了虚空之中 巨大的灰白瓶石 上空荡荡的 莫无忌 直接落在了 这个巨大的瓶石之上 一股极度压抑的感觉 涌上行头 莫无忌的神念扫了出去 却发现他的神念 似乎被什么东西 挡住一半 根本就扫不出去 尽管神念无法扫出去 他的目光 却可以清晰地看见 七个黑游 有无尽虚空 这七个黑游有的无尽 虚空分裂在 灰白巨石的七个方位 看起来极为清晰 目光看去给人的感觉 就是 进入任何一个方位 都是一个无尽界面 他脚下的灰白巨石上 还有三个字 七戒时 莫无忌有些傻眼了 他肯定 这七个方位 每一个方位 都是不同的界面 他应该去哪一个 莫无忌想到了败叶 想到了罗自在 如果他也有一道 推算的本事 也许他可以在这里 冲进了眼前 看起来似乎 最近的那个通道中 一种极度的晕眩 感觉传来 哪怕莫无忌的 石海强悍无比 也只能感受到 各种空间 在他的眼前不断转换 每次他的神念伸展出去 下一瞬间 他就再次进入了 一个新的空间 而之前伸展出去的神念 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莫无忌感觉 双脚落在了石地上 尽管这种振动很强 只是相对于 莫无忌强悍的身体来说 这并不算什么 一道道阴气 逼人的冷风扫了过去 莫无忌的领域 立即伸展开 神念和目光 同时扫了出去 这是一片 根本就看不到 边际的戈壁荒原 戈壁荒原上 是密密麻麻的各种 陈旧尸骨 还有无数不知道 是什么材料 炼制起来的废弃兵器 法宝残片 一种消杀的气息 冲澈过来 莫无忌 就感觉自己置身于 一个远古战场一般 尽管周围非常空旷 甚至荒野中 也没有几根活着的野草 他偏偏可以感受到 那种金戈铁马的 宏大场面 和无尽杀戮 莫无忌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知道这绝对不是错觉 这一片戈壁荒原 就是一个战场 而且这里 还不是寻常的凡人战场 是一个有仙人参与的战场 莫无忌弯下腰 捡起一块法宝残片 他精益地发现 这法宝残片 并不是矿石炼制 而是某种妖兽的骨骼炼制 莫无忌 莫无忌好歹也是一个 六品的仙气大师 在许俗人的指点下 他的炼器水平上升得非常快 若不是之前事情太多 又一心要惊严震道 他现在说不定 都是七品的仙气大师了 天上没有太阳 就好像是阴天一般 四周都是茫茫的一片 莫无忌根本就不知道 他应该前往哪一个方位 在原地 驻立了足足一个时辰后 莫无忌忽然听到了一阵 隐隐约约的沙发声音传来 远处还有人战斗 莫无忌迅速顿了过去 半个时辰后 他依然只能听见隐约的沙发 而看不见任何战斗场景 难道是幻觉 莫无忌立即凝聚起了灵眼 灵眼镜头 一个极为宏大的场面 出现在他的眼前 遥远的旷野上 无数的人站在一起 莫无忌看见了仙人 看见了妖兽群 看见了浑身充彻着魔器的修饰 这让莫无忌想起了 当初在真末大陆时候的情景 真心的修饰 和真心之外的一族 绞杀在一起 就是这种情景 相比起来 眼前的场景更是让人震撼 莫无忌很快就确定 战场上修为比他强大的人多的是 为何没有人飞到空中战斗 难道这里进空 莫无忌立即虚空跨了一步 随即他的脸色就难看起来 这里的确是进空 他居然察觉不到 只有试过一次 才知道这里是不能飞的 好在他还有风盾术 还有瞬移 否则的话 在这个地方生存 还真有很大的压力 之前 莫无忌希望书英 也是和他选择的一个见面过来 此刻莫无忌只有一个希望 那就是陈书英并没有来这里 第746章 天外天走廊 苍凉的号角和厮杀纠缠在一起 人群就和戈麦子一般 一批一批地倒下 莫无忌看见人族仙人一方 开始败退 对手似乎并没有穷追不舍 只是追出去数十里地 就开始收集战利品 战利品很快就被收走 只留下一地的尸体 战场空旷起来 甚至连一只飞过的鸟雀也没有 显得死一般寂静 莫无忌收回了目光 有些犹豫不定 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人族仙人那边 还是应该单独离开这个 让他有些不确定的战场 思虑半天 莫无忌最终下了决心 他先去人族仙人那边 好歹他也是人族中的一员 至少他要先弄清楚 这是什么地方才行 莫无忌收起灵念 楚神落的神念伸展 出去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 莫无忌已经到了不久前 这个战场的外围 空气中还残留着血气 半个时辰前的厮杀 似乎就在耳边 看着被遗弃在荒原中的尸体 还是战败方 只要是陨落了 尸体都是在这荒原当中 被清理走的 不过是一些法宝和修炼资源而已 莫无忌正想捡起一柄 断了的刀器检查一下 扑出去的楚神落神念 忽然波动了一下 有人 莫无忌迅速退后了数十丈 半月 重疾已经落在了手中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名 侧卧在地上的黑衣人 从衣服上判断 这黑衣人应该是属于妖族一方的 此人身上的气息极度不稳定 显然随时随刻都会陨落 莫无忌走了过去 他看清楚了 这居然是一名女子 本来被他竖成星空计的头发 因为混战 此刻完全散落开来 外一被撕裂 纤细的腰身一看就知道是女子 此时他浑身全是血迹 脸上也被血迹遮去大半 致命的伤口出现在他的前胸 莫无忌的神念落在上面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这名女子前胸那道伤口上 有一种死亡的盗孕气息 如果不治疗的话 这女子也坚持不了多久 似乎感受到了莫无忌过来 这女子挣扎着 抬头看了一眼莫无忌 当他看清楚 莫无忌是一个人族仙人后 他眼里闪过一丝绝望 甚至连他那只拿着丹药 想要送入口中的手 都开始颤抖 莫无忌看清楚了 这女子手中的疗伤丹药 这是一枚寻常的小雨淋丹 这种丹药 只能恢复一点点 纤缘 对于这女子的伤势 没有半点帮助 而且 这女子的储物戒指 也没有 不知道 她这枚丹药 她是从哪里来的 莫无忌拿出一枚青蒲丹 送入这女子的口中 这重创的黑衣女子 见莫无忌 竟然没有杀她 反而是给了一枚丹药 给她 这让她大肆震惊 不过 她立即就吞下了 莫无忌的丹药 随即一脸震撼地看着 莫无忌 她身上的伤口 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 恢复 弥补在她伤口上的死亡气息 迅速地溃散 转眼就消失不见 紧紧半炷香 不到 这黑衣女子就坐了起来 她随手擦了一下脸上的血迹 露出一张略带苍白的美丽容颜 莫无忌心里安赞 这个女子 就算是比起妓业 都不会逊色 甚至比起妓业的那种造作 这个女子 更是顺眼了许多 看样子 妖族也不全部是长得稀奇古怪的家伙 你这是青蒲丹 七品仙丹 黑衣女子 一脸震惊地看着莫无忌 在这个地方 一枚青蒲丹 那就是一条性命 而这个人族 仙人居然用青蒲丹救她 这简直 没错 是青蒲丹 只是这霉丹药 不是白给你吃的 我想要 你杀了我吧 女子忽然闭上了眼睛 莫无忌 疑惑地看着这个妖族女子 很是不解地问道 我要杀你干什么 女子睁开了眼睛 眼角带着一丝淡淡的讥讽 用有些不甘的语气说道 我可以死 可以抛弃任何东西 唯一不能拿出去的 就是我的清白身体 女子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 却非常好听 莫无忌无语地说道 我想你是误会我了 我只是想要向你打听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界域属于什么界 还有今天 我看见人妖双方大战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你是外来者 女子终于明白过来 惊异不已地打量着莫无忌 莫无忌没有隐瞒 没错 我是外来者 我算是人族仙人 正准备去人族那边问问 遇见你 顺便救你一命 然后提前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女子长长地淤了口气 看向莫无忌的眼光有些 同情 多谢你用青铺单救我 我叫楼四 这里是天外天走廊 来到这里 我不知道你是运气还是 楼四没有说下去 显然认为莫无忌的运气不咋地 天外天走廊 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名字 莫无忌愈发疑惑 楼四看了看周围的战场 我们还是画一个地方说话吧 这里不是九流之地 你等我一下 我听一听 莫无忌喊 没有说话 楼四就扑倒在地 一只耳朵贴在地面 似乎在听着什么东西 只是片刻之后 两道人影就迅速地冲向了 莫无忌这边 很明显 这两人是一个在逃 一个在追 逃的是一个妖族修士 追的是一个人族修士 莫无忌刚刚辨认出来 这两人 一道乌黑的光芒 就射向了他 出手的是那名妖族 他似乎感觉到 莫无忌的修为一般 这一道乌芒 显然是要莫无忌的小命 莫无忌大怒 他连半月中几都没有击出 没有半点犹豫的 就是一拳轰了出去 很普通的一拳 只是这名逃跑的 妖族修为 不等着妖族落地 那名追杀过来的人族仙人 已是一剑 带起了这名妖族的头颅 刚才多谢你了 帮我拦住了这个家伙 这名人族仙人 第一时间 就将妖族的戒指拿走 这才向莫无忌抱拳说道 莫无忌点了点头 没有多话 实际上 在这名人族仙人动手之前 莫无忌已经一拳 轰杀了那名妖族大罗仙 只是莫无忌 对一个半步仙王修士的戒指 没有半点兴趣而已 这名人族仙人 应该是没有发现 窝在死人堆里面的娄四 否则的话 他说不定继续动手了 咦 这人族仙人 随即看见了莫无忌手中的半月重击 之前 莫无忌感受到了 娄四的波动 半月重击寄出后 就没有收起来 莫无忌看到了 对方眼里的贪婪目光 他随手将半月重击收了起来 他刚来这里 还不想杀人族仙人 你刚才的半月几不错 能不能给我看看 这名仙人对莫无忌一抱拳 眼里收起了贪婪 莫无忌一直以来就被追杀 连仙帝都对过不止一个 这个人族仙人 不过区区一个仙王出气 那点杀气稍微一暴露 莫无忌就感受到了 抱歉 这是我的法宝 不给别人看 莫无忌心里冷笑 在仙剑 如果两个不熟悉的人遇见 敢随便让对方将神通 或者是法宝交出来 那是最大的挑衅 别看大宁和尚 总是问莫无忌要神通 那是因为莫无忌知道他是什么人 换成一个陌生人 直接要对方交出神通 那就是要挑战了 你眼睛瞎了 这仙王出气见莫无忌 居然说不给别人看法宝 杀气顿时外溢 直接指着自己左胸的勋章喝道 莫无忌哪里还会继续和这个家伙 啰嗦 半月重挤划出一道挤芒 同时领域将这名仙王锁住 这名仙王见莫无忌还敢动手 脸上杀气都形成了实质 他手中的长剑 刚刚划出了一圈剑芒 就感觉到一股杀气 从脚边涌了过来 不好 有人躲在地上偷袭他 这名仙王立即就想要避开脚下的偷袭 只是莫无忌的领域完全笼罩住了他 等他明白莫无忌的修为 远远强于他的时候 噗 莫无忌的半月重极挤芒划过 将这名仙王中期撕裂成为两半 娄四一跃而起 有些担忧地看着莫无忌 刚才多谢你帮忙了 莫无忌一抱拳 哪怕娄四不出手 他要杀一个仙王出气 还不费什么事情 娄四叹了口气说道 你几乎是无路可走了 你杀了妖族的人 又杀了仁族的人 在天外天走廊 你 莫无忌皱眉问道 你会告密 娄四摇了摇头 这个地方很怪 只要你杀了妖族的人 你去妖族地盘 护震就会发出警报 同样的 你杀了仁族信任 如果你去仁族地盘 护震一样的会发出警报 而天外天 现在只有妖族和仁族 其余的 比如魔族 民族修士 都是依附于这两个地方 没有解决办法 听到娄四的话 莫无忌真的是有些无语了 他刚刚弄清楚 这是什么地方 就无处可去 唯一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 你去仁族解释 为什么要杀仁族信任 然后交出你的戒指 和一切东西 等候仁族强者 判决 娄四虽然在说办法 他心里很清楚 以莫无忌这样 连一柄法宝 都不交出去的人 这个办法 等于是没说 况且莫无忌刚才杀的人 还有些来历 这些等会再说吧 你先和我来 这里不能留下去了 娄四不等莫无忌说话 选择了一个方向 迅速地顿了过去 第747章 宇宙B 莫无忌赶紧收起了 两人的戒指 跟着娄四顿了过去 娄四速度极快 半天时间后 他就带着莫无忌 进入了一片繁华的方式区 方式外面挂着几个大字 天外天走廊方式 没有进入方式之前 娄四就拿出了一片黑金 遮住了容貌 看样子他也知道自己 长得有些祸害 莫无忌看着方式中 来来往往的人 惊异地发现 这里有妖族 人族 魔族 还有一些他也不认识的种族 还没等他询问娄四 两名原本正在争论的修士 突然大打出手 周围的人纷纷让开 很快那名人族修士被轰杀 另外那名妖族修士 抓起人族修士的戒指 迅速顿离了这里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话 也没有任何人管 娄四 你不是说 我不能来天外天走廊吗 你带我来这里是什么意思 这里怎么是一个方式 什么人都有 莫无忌有些戒备的问道 娄四并不在意的走进方式 放低声音说道 我说的是 你不能去人族区域 或者是妖族区域 这里是天外天走廊方式 无论任何时候 无论是什么种族 都可以来 大家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交易 你刚才看见两个人大打出手了吧 那是因为交易没有达成共识 在这里交易达不成共识 还可以随便杀人 莫无忌大汉 娄四冷笑说道 这里就是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的地方 不过 和今天这样杀人的情况 倒是不多见 大部分人打不过会顿走 就算是发生杀掉对手的情况 也是发生在一族之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谁还敢在这里来交易 莫无忌更是不解 娄四平静地说道 在天外天方式做生意 那是有信誉的 比如 你在方式强买抢卖 只要超过三次 就不允许进入方式 那里还有一个方式监控屏 上面都是有过 在这里强买抢卖的人 很多人交易 都会看一下你的信誉度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会到固定的摊位 或者是商楼交易 如刚才那样 随便路边交易的 最容易出问题 一旦出了问题 活下来的 或者是留下来的人 应该去方式交易管理处 解释清楚 到底是什么问题 一旦不解释 和刚才那个 妖族修是一般逃走的 基本上 是不会再进入方式了 他也不会被允许进来 莫无忌法 松了口气说道 既然我不能去人族地界 也不能去妖族地界 我留在这里总可以吧 娄四淡淡说道 没有用的 这里是方式 留在这里超过三天时间 就会被请出去 除非你在这里 有固定产业 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有固定的商楼 固定摊铺 这里固定的商楼 或者是摊铺 一般人根本就购买不起 哪怕是购买得起 也守不住 你也许会说 三天后 你再进来 难道你就这样 进进出出 不修炼 如果不修炼 天外天走廊 就没有那么出名了 你最后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莫无忌不解问道 娄四解释道 天外天走廊之所以出名 是这里可以盛产一种 叫着青金碎片的东西 这种东西 蕴含着强大的天道道玉 如果用这种东西修炼 效果比最顶级的仙金 还要好处很多 所以留在天外天走廊 只要能够活下来 修为就会蹭蹭地往上涨 莫无忌正想询问 青金是什么 就看见一名男子 和一个摊位主在交易 那男子拿出来交易的东西 居然是一枚百落无业果 百落无业果 这可是八级先灵果呀 还是稀缺八级先灵果 这种先灵果在先见 一般都是在拍卖会出没 现在随随便便出现在了 街头的摊子上 莫无忌停了下来 他听见他拥有 百落无业果的男子 要交易一枚先金丹 先金丹他就有的 这是一种疗伤丹药 效果比他刚刚给 罗斯的青铺丹差得多了 这仅仅是一种 无品的疗伤先丹而已 不要说一枚 就算是一瓶 也换不到一枚百落无业果 百落无业果是稀少的 八级先灵果 可以炼制先落涅槃丹 再先见 先落涅槃丹 甚至可以说是 修复零落的最佳丹药 价值完全不是 无品先丹先金丹 可以相比 最多给你两枚禁忌丹 换取先金丹 还差了一点 那摊位的老板 有些无所谓的说道 莫无忌差点 喷了出来 一枚八级先灵草 百落无业果 居然有人说 最多只能换取 两枚四品疗伤先丹 禁忌丹 如果有人敢当他面这样说 他一脚就踢了出去 让莫无忌疑惑的是 那拥有百落无业果的家伙 居然还在考虑 似乎两枚禁忌丹 也不是不行 等等 莫无忌立即就要 上前说话 他身上有先金丹 既然那个摊主不换 他可以用一枚先金丹 换取百落无业果 这种一本万利的事情 傻瓜才不做 赶紧走 不等莫无忌过去交易 娄四就拉着莫无忌迅速离开 莫无忌虽然有些不解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娄四在这里时间比他长 各种情况比他要了解 等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后 娄四才低声问道 你是不是想要交易他的那枚 百落无业果 是啊 怎么了 莫无忌疑惑地问道 娄四叹了口气说道 如果你真的将那人叫出来交易 你就死定了 第一你得罪了那个摊主 能在这里摆摊的 没有几个简单的 第二 别人知道了 你身上有先金丹 以你的实力 在这里 恐怕有一大堆人 宁可不来方式 也要将你身上的东西抢走 还有之前 你给我的那枚青蒲丹 那是价值连城 整个天外天走廊 也没有几颗的 所以 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一旦泄露 你一样的 只有死路一条 什么意思啊 莫无忌愈发觉得 天外天走廊有些怪异 娄四解释道 在这里不缺青金 不缺各种珍稀矿石 不缺各种珍稀仙灵草 最缺的是炼气师 炼丹师 加上这里 几乎每过一段时间 就有一场大战 各种疗伤丹药和法宝 是最稀缺的 略微有名一点的炼丹师 都会莫名其妙地失踪 那些顶级稀缺的矿石 和仙灵草 来自何处 莫无忌急忙询问 来自宇宙壁 娄四平静答道 说完也不等莫无忌再问 就继续说道 宇宙壁就是你之前看见的 那个战场的虚空之上 每过两到三年 那片虚空战场之上 就会出现一个 无穷无尽的通道 通道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在通道尽头 卷来无穷无尽的碎青金 还有各种顶级的仙灵草 高级炼气材料 甚至还有顶级的法宝等等 你说的那些顶级仙灵草 还有各种材料 就是那个宇宙壁上来的 莫无忌惊诧的问道 没错 娄四点点头 每次宇宙壁开启 里面的石壁边 就附着满了无数的顶级仙灵草 和碎青金 每当这个时候 无论是什么种族的修饰 都会冲进那宇宙壁内 抢夺这些仙灵草 还有各种宝物 莫无忌沉没下来 好一会后 才问道 那如果穿过这宇宙壁通道 是什么地方 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可以穿过去 只知道 到了一定的时间后 这个通道就会被关闭 所有在里面的人 都会被卷出来 丢在戈壁荒原战场 那戈壁荒原战场 也是这样来的 每次宇宙壁 结束后 都会爆发疯狂的大战 双方抢夺在宇宙壁中的收获 莫无忌再次打断了娄四问道 我之前看见的大战 还有你受伤 就是因为出现了宇宙壁 大家抢夺了仙灵草等宝物之后吗 不是 娄四摇头 因为宇宙壁 有时候一年出现一次 有时候两三年出现一次 后来没有宇宙壁出现的时候 双方为了互相抢夺资源 也会发起大战 你之前看见的 那就是为了抢夺资源 而造成的大战 剑莫无忌 似乎并不是很明白 娄四在解释道 宇宙壁开启后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在宇宙壁中 抢到多少东西 只要你活着离开了战场 那东西就属于你的 不过 你需要将那小部分 给你居住的区 作为费用而已 每次战争 都是双方互相掠夺的时候 战利品需要 分出一部分给各自的区域 其实很多仙灵草和矿石 都非常珍贵 事实上 在天外天走廊 真正珍贵的是清金 莫无忌 这次明白了 说白了 这种大战 是上层 修炼资源不足的时候 发起的一种消耗战斗 第二次听到清金 莫无忌 忽然想起了大荒用的驱动金石 那不也是青色的金石吗 难道那就是清金 想到这里 莫无忌赶紧抓出一枚戒指 神念 直接撕开静置 扫了进去 当一枚枚淡青色的金石 出现在莫无忌的神念中时 莫无忌心中狂喜 这正是他需要的金石 这种东西 不但是大荒用的金石 同样对他的修炼 也极有好处 别看他在仙界 用仙精修炼速度都不快 如果有这种金石 他有把握 以最快的速度 跨过仙王层次 天外天走廊 还真是一个好地方 莫无忌来到这里后 第一次感觉这里不错 第748章 来天外天方式的菜鸟 娄四先有 你知道 如何才能在这方式里面 弄到铺面吗 莫无忌在 明白天外天走廊 是一个修炼圣地后 心里更是迫切 需要在这里立足 在和元杰一战后 他愈发清楚 自己的实力太过低微 娄四有些为难地 看了看莫无忌 犹豫了一下才说到 办法不是没有 只是办法很难 第一个办法 是拿出非常好的东西 交给天外天方式的 商铺管室 请他们帮忙 他们是最清楚 什么商铺即将到期 或者是什么商铺 即将被收回 莫无忌诧异地问道 难道这里的商铺 只有经营权 所有权 还在商铺管理那里 娄四摇了摇头 不是 这里的商铺 一旦拥有 将直接属于拥有者的 私人财产 但是一旦拥有者 三年没有回到天外天方式 那你的商铺 将直接会被 天外天方式的 商铺管理收回 转卖 或者是租给别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人 想要离开天外天方式了 他们会提前 请商铺的管事 将他们的店铺出售出去 不过 我要提醒你的是 这些商铺的管事 一个个 都是没有良心的 他们只认的好处 哪怕是两个人 同时给了好东西给他们 他们也会比比价 将空下来的商铺 卖给价钱更高的那个 至于出价低的 他们是不会退钱的 等到下次 有商铺出售的时候 你上次交的钱 全部作废 需要重新再交钱给他们 果然黑啊 莫无忌心里暗骂 他只好继续问道 那第二种办法是什么 第二种办法 那就是你在知道 商铺即将出售的时候 主动和店铺的拥有者沟通 从店铺拥有者这里购买 这个办法比较困难 因为这里的商铺 基本上都没有空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的办法 那就是 每次宇宙必出现 天外天方式 都有一些空的商铺出来 就看你能不能抢到 楼四解释道 莫无忌立即来了兴趣 赶紧问道 为什么宇宙必出现了 就有空的商铺 楼四探道 因为这里的所有修炼资源 都是来自宇宙必 一旦宇宙必出现 哪怕是商铺的铺主 也会去宇宙必抢夺东西 很多在宇宙必抢夺东西的店铺铺主 就陨落在了宇宙必 或者是陨落在了戈壁荒原战场 他们陨落后 店铺第一时间空了下来 只要你能赶在方式的商铺管事 到来之前占据这个商铺 那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商铺 难道这样的商铺管事不收回 他们会收回 你只要说陨落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同门就可以了 尽管大家都知道你是假的 但因为你第一个占据了商铺 也没有人赶你走 莫无忌彻底的有些无语了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多谢你救我 可惜我帮不到你 我要回天外天妖族走廊了 我还是给你提一个醒 就算是你占据了商铺 没有一定的实力 也很难长久下去 楼四虽然很想帮莫无忌 可惜他的实力有限 也无法帮到莫无忌 莫无忌一抱拳 楼四先有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我叫莫无忌 顿了一下 莫无忌又继续说道 楼四先有 我看你似乎并不是妖族的 修炼的功法气息 也和妖族无关 为何要留在妖族 楼四叹了口气道 我刚刚来的时候 有一个人族修士 要抢夺我的东西 结果杀了他 你知道杀了人族仙人 那只能去妖族 后来我居住在妖族区域 每次在宇宙必资源的 抢夺大战中 都是和人族仙人大战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其实一直很想离开 天外天走廊 可是离开这里 一样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莫先有 再次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告辞了 等等 我这里有戒指 给你一枚吧 莫无忌看见楼四手中 似乎并没有戒指 他刚刚还缴获了两枚戒指 不用了 我还藏了一枚 你已帮我很多 还有 你可以和摆地摊的摊主起冲突 可千万不要和店铺的铺主冲突 说完 楼四迅速地离开方式 消失在远处 莫无忌心里感叹 他能看得出来 楼四的确是帮不到他 不要说帮他 就是楼四自己都是时时刻刻 在生死边缘徘徊 莫无忌对楼四很有好感 他不知道楼四有没有戒指 有一点他可以肯定 楼四是因为自己救了他的命 而他帮不到自己 这才很是惭愧离去 事实上 莫无忌还有一件事要询问楼四 那就是戈壁 荒原战场 为什么没有人住 可惜的是 楼四走得有些急切 他还没来得及询问 莫无忌决定 还是自己去寻找一个店铺 他身上有不少鲜金 尽管按照楼四说的 天外天方式的店铺 很难找到 但是他 还是想一家一家地问问看 万一被他问到一家呢 莫无忌第一个走进的 是一家收购各种材料的店铺 店铺不算小 里面人也很多 尽管莫无忌估计这个店铺 不会出售 他还是找到铺主询问了一番 听到莫无忌是来购买店铺的 那铺主一脸的嫌弃 手直接往外挥 连回答 莫无忌的话都懒得回答 莫无忌并不在意 他继续去第二家店铺询问 果然和楼四猜测的一般 莫无忌一连询问了29家店铺 几乎没有一家店铺愿意 坐下了和莫无忌多说一句话的 不是直接挥手 让莫无忌滚蛋 就是出口不逊 开口让莫无忌滚蛋 哪怕莫无忌非常小心 他这样明目张胆地 在天外天方式询问店铺 依然引起了天外天方式 商铺管理者的警惕 在两名商铺管理者 拦住莫无忌之前 莫无忌进入了第三十家店铺 莫无忌也看见了 那两名商铺管理者 他决定这是自己询问的 最后一家店铺 一旦这家店铺也是购买失败 他将去天外天方式的 商铺管理处看看 若是通过官方 也没有办法弄到商铺 他就去隔壁荒原战场 隔壁荒原战场空旷无边 了不起就是在荒原战场下面 挖一个洞府罢了 唯一让莫无忌有些担忧的是 凌王满目的法宝 各种各样都有 很多法宝 都是妖兽的骨骼制作出来的 这些法宝 无一例外的都是 制作简单 哪怕是六瓶仙气 也仅仅是凭借材料逆天造就 这种法宝 制作简单 攻击能力一般 而且无法实现 施展者的神通道法 真正好的法宝 莫无忌几乎是一件都没有看见 莫无忌不用问 也能猜到 这里的法宝 都是战场缴获 这里是二手买卖 店铺不大 只有一个中年男子 百无聊赖的 协作在那里 他看见莫无忌进来 懒洋洋的问道 要什么法宝 莫无忌一报全说道 请问店铺东家在不在 我就是 难道你有大声音 店铺中 伙计听到莫无忌的话 精神一震 立即站了起来 我想请问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店铺出售 莫无忌客气的询问道 你想要购买店铺 店铺中的这个家伙 瞪大眼睛盯着莫无忌上下打量 好一会 才继续问道 你可以出多少东西 你是不是要卖店铺 莫无忌没有说 自己要出多少东西 他看见了这个店铺 铺主眼里的贪婪 这名铺主的修为 莫无忌可以看出来 应该是在先王中期 而且这个提升的速度非常快 道运并不是很稳定 莫无忌怀疑 他在大罗先圆满的时候 都可以教训这家伙 没错 我的确是要出售这家店铺 但我要先看你能给的东西 这名铺主的眼光有些闪烁 莫无忌拿出两个玉瓶 和一个长长的玉盒说道 这是一瓶特等青铺丹 一共六枚和一瓶一年仙木髓 这盒中是一件九品仙器 李雷枪 说话间 莫无忌还特意打开了一下长玉盒 一柄雷光四翼 道运流转的长枪躺在其中 李雷枪是莫无忌 从雷宗齐军仪手中获得的战利品 齐军仪可是雷宗的先帝中期强者 他的法宝自然不差 看见莫无忌拿出来的东西 这名中年男子咽了一下口水 莫无忌的报价不是太低 而是太高了 事实上这些东西中 在莫无忌看来 最有价值的是一年仙木髓 但是在这个店铺铺主看来 一年仙木髓是最不值钱的 最值钱的是莫无忌的一瓶特等青铺丹 和一柄九品仙器李雷枪 在戈壁荒园这个地方 青铺丹每一枚都是一条命 至于九品仙器 那更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这里各种法宝虽然多 可大都是一些垃圾东西 这名店铺 铺主不由自主地 将手伸向了那一瓶青铺丹 莫无忌不等 对方的手碰到青铺丹 抬手一卷 就将这一瓶青铺丹卷走 同时淡淡地问道 店铺要不要卖 要卖的话 那东西就是你的 不卖的话 我就走了 这名铺主清醒下来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想过出售店铺 他要莫无忌的东西 不过是因为他的法宝隔生意 实在不怎么样 突然遇见莫无忌这样一个菜鸟 他岂能不攒一刀 一个在天外天方式 商铺询问 有没有店铺出售的 不是刚来的菜鸟 那才是怪事 第749章 宇宙必开启 店铺卖 男子强忍住抢夺的欲望 甘涩地说道 在天外天方式中 店铺的铺主一样 不能抢夺客人的东西 否则是不允许在这里开店铺的 那将店铺的地气拿出来 更改神念气息主应吧 莫无忌平静地说道 修真界很多店铺的地气 还是以名字和身份来分辨的 而在仙界 店铺的地气 是以神念气息烙印来分辨的 如果要更改神念气息烙印 就必须要达到双方面的同意 否则的话 购买者的神念 是印不上地气的 可以 男子拿出了店铺的地气预检 递给莫无忌 你送进你的神念气息 再将预检给我 我同意就可以 莫无忌没有在意 因为地气交易的确是这样 他接过预检 在地气的转移器主上 印上了自己的神念气息 再将地气预检 递给对方 整个过程 莫无忌的神念 一直在地气预检上 对方是否同意 他的神念气息 成为新的地气之主 他看得清清楚楚 对方显然也知道 莫无忌的意思 他倒是没有在这上面 弄虚作假 直接同意了 双方的地气转移 允许了莫无忌的神念气息 成为这间店铺的店主 莫无忌的神念 感受到这些 这才收回神念 店铺的地气 暂时放在我这里 等你将东西给我了后 我将地气给你 这名店主 似乎有些不大相信 莫无忌一般 在店铺的地气 神念一主之后 却将这已经属于 莫无忌的店铺地气 收了起来 莫无忌有些皱眉 他隐约感觉到不对劲 不过对方 区区一个道运不稳的先王 莫无忌也并不担心 他直接拿出 那装着利雷枪的玉盒 递给了对方说道 这柄酒品仙气 先交到你的手中了 现在将地气给我 然后我将其余两样东西 交给你 酒品仙气利雷枪 在仙界比 一瓶青铺丹的价值 要高出无数倍 不过这里不是仙界 这里是天外天走廊 莫无忌来这里时间不长 也知道在这里 疗伤丹药最有价值 哼 店铺的铺主 将长枪收起后 脸色一冷 将其余两样东西 都拿来 既然是交易 你就要遵守交易规则 莫无忌就知道 这店铺的铺主要耍额子了 按理说 店铺的地气之主神念更改过 这店铺应该是他的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店铺的铺子 莫无忌没有和对方纠缠 再次拿出了两个玉瓶 递给对方说道 这是青铺丹和一年仙木髓 将店铺地气给我吧 这第二次拿出的两个玉瓶 却是空的了 知道了对方要耍额子 哪怕可以轻易地干掉对方 莫无忌也不想将东西 放在对方的手中 这店铺的铺主 并没有觉得 莫无忌给了空玉瓶给他 他没时间去打开玉瓶的 禁止 随手将两个玉瓶收起来 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不想将东西给我 那交易就此终结吧 你说什么 莫无忌心里杀鸡顿生 无论是前世在地球 还是今生在修炼世界 莫无忌都没有遇见过 如此不要脸的家伙 我说我不想和你交易了 店铺的铺主冷冷地说道 他心里冷笑 区区一个菜鸟 连规则都没有弄清楚 就赶来交易店铺 在天外天方市 店铺地气交易 对店铺的铺主 是有绝对优势的 因为 就算是双方交易了 店铺地气的神念主印 这个主印 也只是在三天后生效 而这三天时间的第二天 和第三天 只要店铺的铺主不想交换 那随时可以单方面 将店铺地气的神念主印换回来 也就是说 莫无忌的神念 在明后天 就可以被对方驱除 店铺依然是原来的店主 之所以第一天不能驱除 那是给购买方一点点小权利 所以说 这里交易店铺 都是第一天 双方交易店铺地气神念主印 第三天生效后 购买者才会将购买 店铺的财物 交给店铺铺主 莫无忌不懂这个 他在刚刚交换完神念主印后 就将东西给了对方 对方自然可以随时反悔 就在莫无忌 想要祭出半月重击 动手干掉对方 然后顿进戈壁荒原的时候 苍凉到了极点的号角声音响起 下一刻 整个天外天方式 就好像沸腾了一般 莫无忌的神念 看见无数的修士 疯狂地冲了出去 就是那两个拦在店铺外面 准备等莫无忌出去后 带走莫无忌的方式 商铺管理者也疯了一般 冲出了天外天方式 宇宙壁居然开了 这名店铺的铺主 喃喃自语了一声 随即手一卷 将店铺中的所有法宝 卷进戒指 就一样惊喜地冲了出去 连在他店铺中的莫无忌 都没有去管了 事实上 在天外天方式中的铺主 一般很少 在店铺中放置多少好东西 所以在宇宙壁开启后 也没有人愿意去打劫这里的店铺 这里所有的店铺 最值钱的 就是一个位置 别的都不值钱 位置 没有人打劫走 只要还 活着回来 你的店铺就依然是你的 本想干掉这个 法宝阁铺主的莫无忌 在知道宇宙壁开启后 他立即就打消了注意 他毫不犹豫地 跟着这个铺主冲了出去 他就是要杀对方 也不会在这里动手 根据罗斯的介绍 在抢夺宇宙壁之前 是不会发生大战的 所有的人 都是一窝蜂地冲进宇宙壁 一般的大战都是 天外天方式 进入了戈壁荒原之中 此刻戈壁荒原之中 到处都是人 所有的人都冲向 一个方位 莫无忌一出天外天方式 直接一个空间 顺移落在那名店铺的 铺主身边 一拳就轰了出去 出手就是猎狱拳 他要尽快干掉这个铺主 然后也去宇宙壁转一转 空间先缘波动 周围的人立即就感受到了 所有的人都纷纷让开 然后继续前进 没有人停下来 查看什么原因的 事实上 在宇宙壁开启后 从天外天方式 冲向宇宙壁的人 太多了 也有非常多的种族 一般情况下 没有人会在前往 宇宙壁的途中动手 因为所有的人都清楚 每次宇宙壁开启 就是一场盛宴 这场盛宴中 任何人都能得到好处 因为宇宙壁中的好东西 大家根本就拿不完 既然拿不完 何必要在抢夺之前动手 偶尔有动手的 那都是有深仇大恨的 所以莫无忌一动手 周围的人迅速顿开 没有人会去管 莫无忌和谁动手 你找死 本王本来想要饶你一死的 没想到你要找死 这名铺主 感受到莫无忌的这一拳 顿时大怒 他不是要饶莫无忌一命 而是现在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前往宇宙壁发财 在这个发财的紧张时刻 莫无忌这个蝼蚁 居然敢对他动手 这名铺主 直接寄出了一柄长刀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 干掉莫无忌 宇宙壁中的宝物是多 谁都清楚 去得越晚 抢夺的东西就越少 抢到的东西也越差 死 这名铺主的领域 还没有伸展出来 莫无忌这一拳 就直接裂开了他的领域 他的长刀刀芒仙缘一样 没有聚集起来 猎狱拳的霸道仙缘 就直接将刀芒炸开 哄 仙缘溃散 这名仙王的长刀 才寄出一半 就被莫无忌这一拳轰飞 眼前这个人 至少是一名仙尊 这名铺主 当即就明白 他看错了莫无忌的实力 住手 我东西给你 感受到莫无忌有杀自己的实力 这名仙王铺主 哪里还想要继续和莫无忌打 莫无忌 就好像没有听到对方的话一般 一道空间禁锢 锁住了这名仙王的空间领域 猎狱拳彻底炸开 碰 这名没有将莫无忌 看在眼中的仙王铺主 在失去了领域之后 被莫无忌一拳轰在了胸口 血无炸开 莫无忌张手将对方的戒指夺了过来 抬手就是两道雷电砸了过去 这名铺主的元神 才冒头 就被莫无忌的雷狐 砸成了虚无 从莫无忌出手 到这名仙王铺主 被干掉 前后才两招 或者说 这名铺主 前后只是发了一招 感受到莫无忌的威势 后面过来的人 更是纷纷让开 没有人会管这种闲事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宇宙壁上 第750章 抢夺盛宴 半个时辰后 莫无忌的神念中 出现了一个无边无忌的黑洞漩涡 黑洞从虚空延伸下来 无数修士疯狂地 冲进那黑洞之中 莫无忌甚至能够偶尔看见 一两株没有被人 收走的仙灵草 从黑洞中掉落在地 不过此刻 没有人去捡落在地上的 那几株仙灵草 都是疯了一般地 冲进了黑洞之中 原来这就是宇宙壁 这宇宙壁中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顶级的宝物 莫无忌身形一闪 借助风盾数 以最快的速度 冲进了那从虚空 延伸下来的宇宙壁漩涡 短短时间 莫无忌就习惯了 这里面的力量 莫无忌第一时间 就伸展出神念 随即他就发现 无论是自己的 储神落神念 还是石海神念 都是半点都伸展不出去 好在他的目光 还可以看见 周围一丈范围的东西 无数的修士 都是疯狂往上冲 有几枚青金和矿石 从莫无忌身边刷过去 莫无忌抬手 就将那青金和矿石 收进了戒指中 到了此刻 莫无忌终于明白 为什么宇宙壁会引起大战 一旦出现 不引起大战才是怪事 又是几株仙灵草过来 莫无忌这次 没有去捡这些东西 而是鼓动仙缘 加快了往上冲的速度 它所在的地方 不过是宇宙壁的外围 在宇宙壁的外围 都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那更里面的地方 好东西自然是更多 和莫无忌想的 一样的修士显然很多 大家都是疯狂地往上冲 只有到身边的宝物 才会随手抓紧戒指 在这里面 没有任何人会战斗 这里面的宝物多不胜数 谁会将时间花在战斗上面 伴住相后 莫无忌就发现越往上 宇宙壁的旋转推力就越大 不但如此 往上的仙人消耗的仙缘 也就越多 这样下去的话 很快就会仙缘耗尽 最后不得不被冲出宇宙壁 尽管还没有真正 开始捡宇宙壁的东西 莫无忌已经明白 在这个地方 实力越强 收获就越大 就好像一条往下流淌的小溪中 有无数逆行的鱼儿一般 莫无忌尽管有储元落 也不敢轻易地 将自己的仙缘消耗殆尽 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也明白 若是他被宇宙壁的旋转推力冲出去 那他就算是第二次进来了 也只能走在后面 捡一些别人的汤水 呵呵 莫无忌下意识地放慢了自己的速度 同时伸展出去自己的漩涡领域 很快 莫无忌就惊喜地发现 一旦他的漩涡领域 调整到和宇宙壁那漩涡的推力 一个速度频率 他受到的推力 就减少了许多 有了这个发现 莫无忌的速度迅速提升起来 仅仅半炷香时间 莫无忌就超出了一波又一波的修饰 他身边的修饰越来越少 而且能冲到这漩涡宇宙壁更高处的 实力都比莫无忌强大太多 他们似乎也冲不过莫无忌 任凭莫无忌从他们身边冲过去 在周围再也没有人的时候 莫无忌开始收取周围的青筋和仙灵草 他根本就懒得辨认 只要觉得不错的 直接卷起宋经自己的戒指当中 可惜的是 他的目光触及范围太小 只有一丈左右 若是他可以看见更远处的东西 他这次的收获将无法估量 一丈范围 连宇宙壁的千分之一宽度 恐怕都不到 想到这里 莫无忌直接凝聚出来了灵眼 随即 莫无忌就惊喜起来 他灵眼中出现了无数飞舞的青石 炼器材料 各种仙灵草 甚至还有一些法宝 当然还有一些冲在他前面的修饰 莫无忌索性再次加快了速度 他有漩涡领域 又有楚元落 甚至还有大量恢复仙源的仙丹 何必要吃别人的洗脚水 莫无忌 甚至看见一名修士 在自己冲上去后 眼角还有些讥讽 他心里暗道 这肯定是极度自己冲得高 一个时辰后 莫无忌的灵眼之下 再也没有别的修士 他开始收取这些宝物 莫无忌开始挑选 一般橙色好一些的青金 好一些的仙灵草 矿石材料 以及完整的法宝 都被他卷走 差一点的 就直接被他漏过去 让别人捡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莫无忌越冲越上 捡起的宝物越来越多 到了此刻 莫无忌心里反而多了一些怪异 他感觉自己 捡到的不是宝物 而是垃圾 因为他捡到的青金 都是残破的 或者是碎片 仙灵草倒都是高级的 可有些仙灵草 显然是被人挑选出来 随意丢弃的 甚至还有伤痕在上面 至于炼气的材料矿石 尽管也都是一些 七级以上的仙材 可很多都是边角 就连那些法宝 都是炼制的 较为粗糙的仙气 偶尔一两件 超出仙气的宝物 法宝的倒运气息 显然也是不过关 难道是有一个人 在对面丢垃圾 他们不过正处于一个垃圾 通道所在处 这想法 让莫无忌有些无语 尽管他捡到的东西 都不是很完整 可却不是垃圾 就拿那些青金来说吧 每一颗都比最好的仙金要好 想到这个地方 莫无忌一阵 他想起了半仙玉中的仙金碎片 也就是碎仙金 这情景何等相似 难道仙界之上 还真的有一个 更高层次的介遇 不对 仙界之上 的确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介遇 这个介遇他知道 就是太上天 莫无忌摇了摇头 要说 太上天会将这些东西丢掉 他是第一个不相信 这里的东西 虽然没有特别的顶级宝物 绝大多数仙灵草和仙才 都比破碎界的要高级 若是太上天这么富有 也不会盯着破碎界的那点东西了 他主要是收集青金为主 青金是能够直接 让他实力提高的修炼金石 这种东西 对他有最直观的作用 随着莫无忌 越来越往上 他甚至在想 若是自己真的冲出了 这个宇宙壁 到了对面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莫无忌刚刚想到这里 宇宙壁的漩涡力量 忽然增大 这股增大的力量 将莫无忌的漩涡领域 没有半分间隙地撕开 黄暴的力量轰来 直接轰在了莫无忌的胸口 哪怕莫无忌在鼓动仙缘 也无法阻拦这股力量 席卷 他就感觉到 自己犹如一颗陨石一般 急剧地落下去 莫无忌心里大害 疯狂地运转仙缘 想要阻拦这股 将他冲下去的力量 可惜一切都是无用功 他依然无法阻拦 半分 哄 一个巨大的坑洞 被他轰开 莫无忌浑身 都好像散了骨架一般 一种撕裂的痛楚传来 被宇宙壁冲出来了 莫无忌心里暗自惊害 以他神体六层的炼体实力 刚才都差点将身体撞击地散了架 可是他没有进入神体 就是这一下被冲出来 他就死定了 迷蒙的空间中 莫无忌终于发现 被席卷出来的不是他一个 几乎所有的修饰 都被席卷了出来 那迷蒙的空间 是弥漫的灰尘和碎石炸 宇宙壁时间到了 这是莫无忌的第一想法 果然他刚刚想到这里 就看见无穷无尽的宝物 从宇宙壁散落下来 分洒在四处 那些和莫无忌一般 被宇宙壁冲出来的修饰 都挣扎起来 开始疯狂抢夺宝物 一些和莫无忌一样 爬得太高的修饰 因为受伤较重 一时间没有爬起来 结果被人偷袭 连戒指也被抢走 一名大罗仙看见莫无忌 似乎没有第一时间起来 直接就是一道 剑芒照向了莫无忌 只是在他杀掉莫无忌之前 莫无忌已经跃起 同时一拳轰了出去 在杀掉这名大罗仙的同时 卷走了这大罗仙的戒指 到了这个时候 莫无忌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能够爬得最高了 不仅仅是他的漩涡领域 在这里最强 而是因为很多人 都不敢和他一样 爬得太高 一旦在宇宙壁中爬得太高 在宇宙壁关闭的时候 会被强大的惯性力量摔下来 就算是先帝 在那种可怖的力量下 也会重创 甚至身亡 莫无忌揉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暗道果然是无知者无畏 他因为无知所有 敢爬到更高的地方 事实上 若不是他的身体 早已进击到了神体 甚至是神体六层 那他现在就是一滩肉泥 难怪看见他往上冲 有人用讥讽的眼神看他了 那不是极度 那是看他做死啊 看见众多的人 还在抢夺各种宝物 莫无忌没有加入其中 他因为有灵眼爬得又高 得到的好东西 已是足够多了 先离开这里再说 那个店铺的铺主 被他干掉了 按照楼四告诉他的规则 只要他第一更到了那家店铺 将那店铺占据 你店铺就是他的了 想到这里 莫无忌身形一展 迅速顿走 只是他刚刚顿出百里不到 就被一股力量挡住 还没等莫无忌查看 这是什么力量挡住了他 身后刺耳的厮杀声音就传来